那个 能不能跟着一起吗 长相平平的男生第一次向笑花表白 同学们都在等着看她的笑发 可谁都没想到笑花竟然同意了 笑花的反应让男生很是诧异 放学后她赶紧向对方喊白 其实她是为了保护朋友才这么做的 朋友总被几个混混欺负 他们说只要自己能追上笑花 就再也不去找朋友的麻烦 阿托为自己的行为感到很抱歉 可女生非但没有责怪她 相反还要继续假装与她成为情侣 因为那天表白的视频被人发到了网上 学校都知道了他们在一起的事 如果混混们发现了真相 阿托的朋友还是会被欺负的 不过假装成为情侣之前 真知挤出了三个条件 第一 放学之前不可以找对方谈话 第二 联络时的语句 要紧可能简短 阿托心愿接受了这三个条件 最后 真知拍下了一张合影 在朋友圈关宣了他们的恋爱关系 就这样 二人成为了全校眼中的情侣 只是不知道为什么 每次与阿托见面 真知都会随身写带一个笔记本 他问了很多关于阿托的基本信息 之后在笔记本上仔细的记录下来 阿托虽然觉得有些奇怪 但还是把兴趣爱好 家庭关系 全部如实告诉给了对方 之后的日子里 他们一直按照那三个条件相处着 放学前绝不主动找对方谈话 发短信也仅可能的会简短一些 但阿托却并不知道 关于这三个条件背后的秘密 没多久 二人迎来了他们的第一次约会 阿托很贴心 亲手制作了一份精致的便当 真知尝了一口 味道竟然出奇的好 阿托解释说 母亲很早就迎新脏病过世了 父亲魏子伊绝不振也不管他 所以很小的时候 他就学会了做饭操持家务 真知望着阿托九就说不出话 他无法想象 这个善良的男生究竟都经历了些什么 他们在海边聊了很久 渐渐了解着对方的过去 虽然才认识没几天 但不知道为何 只要待在阿托的身边 真知就会感到莫名的安心 他躺在草地上闭上了眼睛 没多久便睡了过去 可没想到 当他苏醒后竟然不认识阿托了 真知匆忙的离开了这里 他不记得阿托是谁 也不知道自己为何会在这里 慌乱中 他赶忙给闺蜜打去了电话 对方安慰他不要害怕 看看包里的笔记本就全都明白了 真知打开一看这才得知 原来 三年前自己曾遭遇了一场车祸 而后便患上了失忆症 他的记忆只能维持一天 每次睡着后 自先发生的一切全部都会忘记 为了能正常生活 他把每天发生的是写生的日记 每天起床再从头看一遍 勉强维持着失去的记忆 所以刚刚睡醒的自己 才会不认识阿托 这时阿托匆匆赶了过来 看着他焦急的样子 真知突然感到有些愧疚 真知还是向阿托坦白了一切 之所以答应他的告白 是因为自己很想当一个正常人 他也想感受一次恋爱的滋味 现在看来这是不可能的 阿托表示 没人希望在日记里看到失败的事 既然如此 今天发生的事就不要写进去 全当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他并不在意真知是否患有十一症 因为和真知在一起 自己真的感到很开心 阿托的话让真知很感动 这是他从未体会过的温暖 回到家后 他本想把今天的事记录下来 可最后却把这一夜撕了下去 真知还是选择了与阿托继续交往 往后的日子里 二人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约会 每次真知都会拿出手机 拍下今天所经历的一切 回到家后再仔细地记录下来 这本日记给了他新的希望 因为阿托的出现 自立行间也多了一丝幸福的滋味 他们去了很多地方 尝试了以前从未尝试过的事物 对于真知来说 每次见到阿托都是第一次的相遇 这本日记和手机里的视频 成了真知生命里最珍贵的东西 不知不觉见真知爱上了阿托 而阿托也动了自己的真心 他把和真知的一切告诉给了姐姐 因为母亲的造势 阿托此前的人生一直都是灰暗的 但现在他很想能与真知走下去 看到弟弟满脸的幸福 姐姐感到十分的欣慰 另一边的真知 也把他对阿托的情感告诉给了闺蜜 并且还引进了他们认识 因为他们都是自己生命中 最重要的人 三人一起来到视频店 真知买了一堆钥匙链送给了阿托 看到他们甜蜜的样子 闺蜜却透露出一丝不安 回去的路上 他还是决定单独跟阿托谈谈 这天 三人一起来到了真知的家小区 阿托无意间发现 那个钥匙链被真知挂在了包上 就顺口说了一句 真知没有把这件事情下来 所以并不知道要失恋的来历 一时间他有些手足无措 闺蜜见状赶紧打圆场 真知虽然表现得很不在乎 但其实一直因为失忆症感到自卑 安心被阿托发现 他找了个理由跑了出去 这让阿托觉得很惭愧 说着 闺蜜已把掀开了真知的床单 那下面藏着的是无数本日记 闺蜜表示 真知一直过得十分辛苦 但每天都要五点七床 把日记的重点重看一遍 每天都要经历自己患有失忆症的事实 这种沮丧跟绝望没有人能体会 但真知没有逃避 看完日记后还是会坚强起来 依旧把笑容画在脸上 所以他希望 阿托也不要逃避 既然下定了决心就要勇于面对 闺蜜的画点醒了阿托 这一刻 也坚定了他要守护真知的决心 过了一段时间 真知在笔记本上画起了阿托的笑项 因为比起文字的记录 画像更能加深他对阿托的爱意 二人一起去逛商场 真知相中了一款发卡 可惜价格有些小贵没有舌得买 阿托看到后 还是偷偷给他买了下来 他每一天都在给予真知希望 用自己的行动 温暖着那本日记里的记忆 真知也因为阿托的存在 从此前每天绝望的心情 变成了对未来的期待 记忆虽然无法累计 但是爱可以 今天是一年一度的烟火大会 真知身着节日的盛装 还特意佩戴了阿托送给自己的发卡 美得不可方物 阿托没忍住 偷偷牵起了真知的手 就在这时 远处的烟花腾空而起 璀璨的光辉映在二人的脸上 这么浪漫的瞬间 但真知却悄然流下了泪水 他不想忘记这美好的时刻 不想忘记手中的温暖 于是鼓足勇气告诉阿托 最美的烟花瞬间战法 他们终于正式走到了一起 再也不是假装的情侣 真知只求时间能慢一点 这样那份心动的感觉 便可以记得久一点 直到毕业他们都维持着恋爱的关系 可突然有一天 阿托却单独找到了闺蜜 看起来心事重重的 阿托表示 虽然现在身体并无大碍 但毕竟 母亲也是突然心脏病发了一室的 所以明天还是打算去医院看看 如果有一天自己也遭遇了不幸 她希望 闺蜜能把自己从真知的日记里删除 这样真知就不会记得自己 也就不会因为她的离去感到伤心 闺蜜还是答应了阿托的请求 但她怎么都没想到 噩耗传来的竟然如此之快 阿托死了 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 她纠结了一个晚上 想了很久 最终还是把阿托的死讯 告诉给了真知 当看到阿托的遗像时 真知的眼泪瞬间流了下来 闺蜜虽然做足了准备 可最后真知还是崩溃了 她不吃不喝 终日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病情似乎也有恶化的迹象 闺蜜没有办法 最后只有选择遵从阿托的遗愿 把关于她的记忆 从真知的日记里删除 闺蜜偷偷从真知父母那里 拿走了她的日记 重新影印了一份后 转交给了阿托的姐姐 姐姐本是名文字编辑 在她的修改下 所有关于阿托的记录 全被删除了 就这样 阿托在真知的生命里 渐渐消失 就好像从未来过 记忆中 那么她最爱的男孩 再也不会出现了 虽然这么做很残忍 但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接着 闺蜜趁真知睡着后 偷偷换掉了她的手机 最后 她仔细把房间清理了一遍 恢复成了认识阿托前的模样 这时 闺蜜在角落里 发现了一张便利天 那上面赫然写着 永远不要忘记 神骨头 这一刻 闺蜜再也绷不住了 她跪在那里痛哭不止 用力拍打着自己的脑袋 真知不会记得阿托存在过 但他们的故事 闺蜜却永远都无法忘记 之后的某一天 真知再次醒来 她的记忆 仍停留在发生车祸以前 看着房间四处的提醒 她又一次翻开了那本日记 那上面记载着 三年来所有重大的事件 可唯独没有阿托这两个字 意识到自己患有失忆症后 她却走到楼下告诉妈妈 父母赶紧把真知带到了医院 好消息是 她的失忆症逐渐好转 已经可以记住最近发生的事 坏消息是 患病这三年来的所有记忆 她永远都想不起来了 真知的状态恢复的越来越好 她再也不用靠日记生活了 于是便把房间里的便利贴 全都撕了下来 她在书柜的角落 找到一个素描本 那上面是一个男孩子的画像 她不知道她是谁 于是便找到闺蜜打听 看到阿托画像的那一刻 闺蜜只能强装镇定 闺蜜随便编了几个理由 搪塞了过去 真知就这样相信了 或许在她的心里 阿托从未忘记过吧 回到家后 闺蜜再次翻开那本日记 字里旁间记载着 真知与阿托的点滴 还有属于他们的幸福 而其中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 眼花绽放的那一晚 我爱上了阿托 如果可以 我希望永远都不要忘记她 这一刻闺蜜再也忍不住了 她突然觉得自己很过分 就这样剥夺了对方 如此珍贵的记忆 就结了很久 她还是带着原来的日记 找到了真知 可刚走进房门就愣住了 因为整个房间 全部都是阿托的画像 闺蜜强忍着泪水 向真知道了歉 接着把真正的日记还给了她 也道出了事情的原委 真知并没有怪她 她明白闺蜜只是为了自己好 对方走后 她重新翻开了这本日记 这段难忘又令人幸福的回忆 再一次重新浮现 随着第三个条件的打破 阿托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 温暖着真知的每一天 她的记忆虽然无法延续到明天 但阿托却给了真知活下去的意义 不是的最后 真知在日记本上写下了一句话 接着再一次来到了那个海边 她像从前一样 躺在沙滩上睡着了 而那本日记上赫然写着 她死在了最爱我的那一天 而一月是让我永远忘记 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说过爱你 只是你忘了我也没记起 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说过爱你 只是你忘了我也没记起 只是你忘了我也没记起 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说过爱你 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说过爱你 我肯定在几百年 1080p